這是一朵語氣的一個範例 我們把這個名字在點三個錄習下 這個所謂的Hive2Depth 就是相對的話 我們身體是0.4 或者高度是4 我們的這個類伙的話 從1下面 Lv.1在這個做成Lv.1 Lv.2到Lv.4 這個叫做Hive2Depth 那每一個點 我們從他叫Nord Hive2Depth 這個每一個都是Nord 再過來這個所謂的Parent 就是E跟B的關係 那B在這個上方 E在下方 所以呢 就是E的Parent 再過來這個 B的Children B的小孩 有兩個 E跟T 再下來就是這個 從E往上看中 這一段 這個叫做它的祖先 Insist 這個祖先 在外 從B往下看 所有的上去的部分 這個叫做Descendant 再下來是LivNode 那LivNode 就是這個樹葉 或者簡單講就是 它下面沒有再有分支的 這種叫LivNode 那LivNode 我們就稱它叫TerminalNode 斷點 再下來是頂規 每一個點到底有幾個往下分支 也是它的小孩到有幾個 像這個A它裡面是等於3 那B的話 它往下小孩有兩個 它裡面是等於2 那我們在這個管理裡面 就是 DumNode DumNode 就是在內部的節點 那也就是Terminal 這個一共有 這個A,B,C,D,E到H 這個一個都是 DumNode 好 那所以呢 剛剛這個Tree的定義 基本上就是 你認真家 我們這個Tree 就會有一個root 像這邊就會有一個root 然後再來它下面包含了幾個3 這一個是一個3 這是另外一個 這是第三個 所以這個就是會有一個root 然後再來就是其他點 會partition 會分割成一些 disjoint 一些沒有交集的subset 那這個subset 其實就是我們的subtree 好 那再來就是 這個 是我們剛所談的 類問題的正式的定義 那其中這個 Cebron 就是brow的 就是它的兄弟 那再外就是 ensist descendant 那個label就是 看你在第幾個label 然後它也跟 steps 好 再下來就是 我們的這個 Tree的這個資料解析 那 這個其中一種方式的話 是用 list的概念 把它 這個構造出來 那 再過來下一個 這個構造的方式的話 也是link list 那 但是這個構造的情況 就是我們可以看 就是 這個 我們就把 a的指向它的 左邊指向它的 左邊的小孩 右邊它指向它的 這個 右邊的就是brow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b b的話 這個左邊指向 它是上 左邊的小孩 右邊指向的地方 是他的brow 所以這個 右邊這個 不是他的brow 換句話說 我們在看這個東西的話 比左邊這個 跟右邊這個 e跟c 這兩個 不是對稱的 再過來 這個client tree 就是 像左邊這個 另外一種 就是 它傾斜一方的 這一個 好 就是你的 上部 這邊 全部都是完成的 那如果有缺 有缺少的話 最下方的 右邊這邊是有缺的 這叫c 這個mine tree 那我們對這個mine tree的定義 就是 這邊 你所談的 就是 你 要嘛就是amp 你可能是空的 整個tree都沒有 或者是 你如果不是amp的話 那你就會有root 還有兩個 disjoint的subtree 左邊跟右邊 這個特別要說明的就是 這個mine tree 它就是兩個disjoint leftsubtree跟 rightsubtree 這個定義 這個定義上面就是說 它定義 leftsubtree 是分開定義的 就是 在左邊的就要left上去 在右邊的就要right上去 那所以 我們像我們 像這個圖 這個 左邊這個圖 這個圖 跟右方這個圖 這是兩個圖 那這兩個圖的話 這是兩個不同的mine tree 因為 左邊這個b 是在a的左邊 右邊這個圖 b是在a的右方 那這兩個是mine tree 所以我們在mine tree裡面的話 我們對小孩子的順序關係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像這個b 它這個左邊這個在m 那這個右邊就是 是右邊的 但是對一個tree來講的話 它是不分左右的 它是不分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所以你可以看 像上面這個 像這個c 它只有一個小孩 那這個小孩就不能分左右的 就是分 它就是第一個 那小孩永遠是第一個 如果你一個的話 就第一個 如果你有兩個的話 就第一個跟第二個 你不能跳跳第一個說 它是這個要第二個 這個是不行的 那所以呢 這個tree tree 這個在我們 原格的定義上面的話 這個tree 如果只有兩個小孩的tree 它不是mine tree 感覺最多兩個小孩的tree 它不是mine tree 因為像這個 像這個 像我們下面這個 這個 這個對tree來講的話 這個是同一個東西 對mine tree來講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有我們的tree的定義 在mine tree這邊 其實它是不太一樣的 好 接下來是 那如果每一層都是滿的 這個每一層都是滿的 那這個我們叫做f1mine tree 這個f1mine tree 到底有幾個節點 那就是你看這個最上方 這個是2的0次方的一個節點 這個速度是分的 在外是2的1次方 再下來是2的2次方 最下面更當然就是2的k-1 這個2的應該是2的k-1次方 那總共的這個node數量的話 就是2的k次方-1 再下來是我們f1mine tree 剛剛所說的就是 你上的都是滿的 所以對下方這邊是有欠缺的 這個叫f1mine tree 這個叫f1mine tree 那我們的編號的話 從上到下 1然後再來234567 那這樣一個方式的話 有個好處就是 我們如果要把它表示 這個它的資料結構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直接使用unerway 不需要用一個詞標 只要用unerway就開始表示了 那當然在unerway裡面的話 你還是要知道說 i的parent是誰 譬如說這個 這個4的parent是誰 那4的parent我們往上看 就是8除以2 2分之i8除以2 就是2 或者我們的parent 8除以2也一樣 6的parent也是8除以2 就是到sine 所以這個parent很容易算出來 那再來左邊的這個child 左邊的小孩 那左邊的小孩的話就是 譬如說2的2 2乘以2就是4 這是左邊的小孩 那這個右邊小孩 2乘以2再加1 2i加1這樣 就是右邊的小孩 所以這個我們也是 可以把它利用這個關係 可以把kind跟child的關係 就可以把它找到 好再下來是 這個真正進入到我們的 這個空位 這個c的空位 那我們怎麼表示 我們的一個mine3 那首先我們要表示 就是這個3node 一個node到我們表示 那我們看右邊這個 就是 我們在通常表示的時候 就是我們把畫一個圈圈 那圈圈裡面放的就是 我們這個node 要從我們的資料 那另外我們會有 兩個指標 一個指向左邊的小孩 一個指向右邊的小孩 這邊談的是mine3 它只有左右兩個的小孩 所以我們對於一個3node 我們就會有它的data 以及它左邊的小孩 還有右邊的小孩 那其中我們左邊另一邊小孩 一個都是指標 都是空玩的 所以我們前面這邊加一個什麼 一個信號 代表這兩個都是指標 那這兩個指標 它所指向的目的地 它也是3node 這個3node的稱呼 跟原來這個node的稱呼 是一樣的 所以它所指向的這一個 這個地方 這個點 跟它自己本身這個點的性 是一模一樣的 再來就是對於一個3node 那對於一個3node的話 這個3node 除了這個3node 外它的資料結果 就是這個 就是把root 當作是這個3node的代表 所以那個root的本身它也是一個指標 3node 它這也是一個3node root的這個指標 那這個代表它這個一個3node 那當然你這個3node 其他操作的話 我們這邊是沒有把它表示出來 好 那這個我們的mine3node表示 就是左邊 這個就是mine3node的表示 那右邊的是畫的比較詳細一點 這個也是一樣的mine3node 好 再下來是我們3node的這個trebos 那這個我們會 如果你把root 第一個先by 那這個叫createOrder 好 先root 再過來第二個是 leftSubtree 再下來是rightSubtree 那這個基本上都是每顆型的 好 這塊inOrder呢 就是把我們的 這個root放在中間 先leftSubtree 再過來是root 最後是rightSubtree 再過來是 closedOrder 那closedOrder就是 先leftSubtree rightSubtree 最後是root 那這個對應的 如果這個東西是tree 就要來表示這個expression 我們的運算式的話 那你這個對應的齁 就是preorder對應到的就是previousexpression 那inOrder對應到是inVersedexpression crossOrder對應的就是crossVedexpression 那再過來這個就是我們上一回談過的齁 如果你要寫這個公文的話 那基本上preorder 這個preorder 那它疊進來就是 你要preorder 當型的那個node 你疊進來 所以這個是recursive 就是我們先拜訪 breed 那breed在這邊的這個方形 這邊沒有表現出來 就是我們先拜訪這個點 columnNode這個點 然後再過來是preorder columnNode的left leftShark 左邊的shark 左邊的shark 用來代表左邊的賞訊 好 再過來是preorder 是rightshark 用來代表右邊的賞訊 這個是recursive 好 那再過來這個是inOrder program costorder program 再下來就是我們還有 第四個這個取破手的方式 叫level order 那這個level order的話 就是一層層的這一層 比之後呢 這下是這一層 這下也是這一層 好 那我們這個level order在考試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要用到的是要給我 cute 好 那這個是level order的運用程序 這個是level order的這個部分 好 好 再下來我們要來看的 我們要來看的 就是 新的東西 叫做threaded mine machine 那這個threaded 這個就是穿針引線 這個意思 我們在電腦系統裡面 電腦系統裡面 現在你的電腦 某一個時間 能夠自己的Program 就不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這個 這個電腦現在 我們在執行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說 他就是具備一個 多執行序 marketthreads 在電腦裡面 叫執行序 這個字齁 叫執行序 好 這個字其實就是 小的一個線 小的線 小的線 那我們這個threaded threaded 就是小的那個線 那在電腦裡面 就是小的一個線 在那邊執行 我叫marketthreads 好 這個 我們這個threaded mine machine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就是 我們如果等一下 我們馬上看這個方法 馬上看這個方法 這個就是我們 原來左邊這個就是 一個mine machine 一般的mine machine 那現在就是 我們在進入探討說 那這個mine machine的 這個資料結構 我們要表達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表現它 那你這個 像這個a 他左邊指向左邊的小i 右邊指向左邊的小i 右邊指向左邊的小i 這個毫無問題 但是像這個 我們看一下 像這個i 他左邊沒小孩 右邊也沒小孩 左邊他是空的嘛 他是空的threaded 右邊也是空的threaded 沒有小孩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他指到怎麼樣呢 指到他的in order 這個在in order順序裡面的前一個 這個i指向他在in order順序裡面的前一個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in order順序 這個就是我們把這個thread 就是一般的thread 那我們把他in order 先把他配合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一般我們把他追一下 h 再過來d 接下來是i 再來是b 再來是這個b b之後呢 就是入口這個a 那右邊這個thread的部分就是fcd 這個就是我們的in order sequence 那這個i 他左邊小孩指向他的 在這個sequence裡面的前一個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i 他指向怎麼樣 指向b這個點 那這個i呢 他右邊指向哪裡 指向他的下一個點 successful 這個i指向他右邊下一個點 successful 那其他的每一個 每一個都是這樣這樣處理的 如果你沒有小孩的話 你是沒有這個less跟right 如果是空的話 那你就指向你的前一個 那你右邊的話 就指向你下一個 那這樣的東西 我們叫做thread minus the stream 這個是一個特別的 所以我們這邊再看一下這個節目就是 就是當你這個零的 零的意思就是你的右邊小孩是空的 這個零代表木了 你的零就是木了 是空的 那你這個零的這個right chart 空的這種right chart 那這怎麼辦呢 就是我們會replace 會replace by 會被什麼東西取代 會被一個指標 這個point 這個指道指標 指道那個點 指道那個點 將會在p by up up 在p by 在p by 在p by的順序 應該都是up 然後呢 這個by的順序是用in order 那簡單的講 就是這個叫做in order success 在in order這個順序裡面 success是下一個 但是這個時候 quer basically coeur义的下半字 前一個 success叫下一個 success找一個 success都不要以為 USC 這個成功者 這個英文就不行 successful 是下一個 additive 它那 Mehr kolin 這個前一個 這兩個相反詞 這個同學來寫掉嗎 教他一下 好 所以這個 0 的 如果你的這個指標原來是 0 就是 right char 如果原來是 0 那我們就把它取代掉 背景能有什麼 就像它的 in order success 那如果你的 left char 原來是 0 的 如果是 0 的 那也是一樣 這邊的意思就是 他有 repress 有哪一個的 repress 有 preceded preceded 是前一個的意思 這個英文的意思就是之前的 preceded 之前的 preceded 這個字 前一個 這兩個字很像 這是重詞 這是前一個 是由前一個來 指向前一個 好 那這個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 那我們這個 tree 本來是好好的 左邊這個 tree 本來是好好的 那我們為什麼這個 強迫這個 i 他左邊沒有小孩 我們只向他的前一個 右邊沒有小孩 只向他的下一個 好 那我們會怎麼這樣做 這個理由是什麼呢 這個理由是 我們在追蹤這個 tree 的時候 我們再回到前面來 我們在追蹤這個 tree 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用 in order 來追蹤這個 tree 的時候 我們兩個方式 一個是 你在寫 proven 的時候 你不要 recursion 你用 step 你是用 step 或者你用 recursion 那 recursion 裡面隱含就是用 step 各位要記得 我們只要去呼叫 這個 function 每次呼叫方形 我們在 step 上面就長高一層 那你 recursion 的話 當然就會一再再使用 step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的 我們再回到前面看一下 前面的這個 in order in order 基本上就是 recursion 的 左邊的 in order 然後這塊是 自己本身的 root 再塊是右邊的 in order 是 recursion 的 所以這個就要用到 step 好 所以這個 我們前面的那些追蹤 其實 除了這個 level order之外 前面三者 我們都用到 step 的東西 那 這個 這個 如果說我們在追蹤的時候 我們希望 能夠把這個 step 把它避免掉 那就有一個考試 這是我們這邊所談的 threaded and minus 3 好 所以這個各位可能 各位要稍微注記一下 這個我們考試的時候 要考慮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設計 threaded and minus 3 為什麼要設計threaded and minus 3 設計threaded and minus 3 的目的就是 當我們在追蹤 in order的時候 可以不要使用 step stake stake 是前例的時候講的 我們可以不要使用 step 這個threaded and minus 3 為什麼要設計這種去 就是我們可以不要使用 step 其實如果我們看到這裡 為什麼知道它可以 其實 我們可以知道它為什麼不需要使用 step 因為 i 的下一個 就是 v 這是 in order 所以你的這個指標 它自然要讓它折向你的下一個 但你只看你下一個 你哪需要問它 step 不需要的 你就很自然的 你看你的下一個 這個其實就非常方便 好 那這樣一個設計的這個thread 在這邊我們的這個 資料結構裡面 就要多出來一個欄位 多出來我們要知道說 那你這個 你這個 這個左邊 右邊或左邊這個小孩 到底是虛線還是實線 我們這邊講虛線還是實線 虛線就是我們這種假的 假的右邊的小孩 這種是假的 那實線是真的 就是我們本來的 這個thread裡面的這個右邊小孩 那這個都是指標啊 這個也是指標 這個也是指標 那我們要能夠分辨說 你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所以我們就會多 其實應該多兩個欄位置 左邊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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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的有一個叫做 右邊有一個叫rightthread 那左邊也有左邊的 就是thread 就是indicate來指明說 你到底這個是一個thread 還是真正的一般的指標 好 那所以呢 這個 右邊的這個thread 這個rightthread如果是true的話 如果是true的話 如果不是true的話 他就調說 他是這種引線 他不是真正的小孩 所以呢 如果這個是true的話 代表什麼 他是xthread 這個rightthread是xthread 這個rightthread 如果是xthread就代表 他所指的地方 不是他真正的小孩 而是他的in-order success 好 那反之就是 假設你的這個rightthread 是false 是假的 那你就不是引線 他就是真正的一個 你的rightthread 他就真正的是一個指標 指向他左邊的小孩 好 那我們看一下喔 比如說這個b 這個b這個點 b這個點 他的右邊呢 他的右邊指向的是這個e 那e是真正的小孩 真正的 所以這邊是f f代表forse 好 這邊 這邊有些寫t 有些寫forse 這個f代表forse 就是這個 f是這個forse 所以呢 你左指的地方 是你真正的右邊的小孩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i i的這個地方的話 你的這個 這個地方是t 這好像是一個十字架 這個字形不太好 這個是t p代表什麼 代表true t代表這個t t代表這個處 那處代表你這個 代表你這個 代表你這個 是一個領線 所以你這個右邊的這個小孩 他不是真的小孩 他是in order succession 好 那左邊的也一樣 左邊這個也一樣 i的左邊這個也是一個t 代表你這個也是一個領線 贏到什麼 你的in order predecessor 那我們如果看e的話 你這個是f f代表什麼 代表forse 所以你是左邊 真正是左邊的小孩 好 所以咧 我們在這個node 這個資料結構裡面 就除了我們的指標之外 就多了兩個 就是左邊右邊 來指明他到底是不是一個thread 多了兩個 多了兩個 就是這樣的東西 好 其實我們在這邊又要談 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這個thread 這邊就有談 那這樣的話 我們在in order的時候 咧 我們要in orderthread 如果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不要thread 我們就可以不要thread 好 那再下來是說 那這個是 我們怎麼去找到 我們的in orderthread 這邊這個是我們要怎麼去找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這個thread 就是我們的這個 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點的 右邊的小孩 所以我們從 從他的這個 右邊的小孩 可以找 那我們 譬如說 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譬如說 點下來是這個a a的in orderthread 是哪一個 a的in orderthread 我們現在的目標是in orderthread 那a的in orderthread是哪一個 來 各位 叫精神 這不是真正的問題 是假意義 假的問題 那這叫各位的精神 a的in orderthread是哪一個 來 問一下同學 懂嗎 這個一定是會的 但是你還沒有會請過 如擇主 c 啊 i的c bc in orderthread是哪一個 蔡子涵 怎麼講一下 a c 楊樂起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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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混已經出竅了 比較大讓你去 所以把你的混要拉回來 A的in order sunset A的下一個是F 當然是 這個大家會不會追蹤會去的 好 那A的下一個就是這個F 那所以呢 我們這邊的標題要做什麼事情 要把in order sunset 把它找出來 A的下一個是F 要把它找出來 那所以呢 你的 A的下一個是F 那 所以呢 你的這個 你的 sunset 從你的 右邊的 sunset 開始找 對不對 你從你的 你就這樣想 A的這個 下一個是F 所以你要什麼 從你的右邊的 sunset 右邊的 sunset 這個 root 開始找 那你一旦進到這個 root之後呢 接下來你要怎麼做 接下來你就盡量往左邊找 對不對 進到A的 右邊的 right chart 所以第一步呢 進到A的右邊的 right chart 就是變成什麼 右邊的這個 subtracted root 然後之後呢 你就是一路往左邊走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好 那可的話就不是啊 不是一個引線啊 這個不是intel 我剛剛前面說過的 如果是那可的話 代表它不是引線 不是引線啊 就是真正的小孩 好 像我們現在接著這個慣例 你看這個就是一個真正的小孩 這個是一個真正的 不是一個引線 它是真的 那這個時候呢 接下來做什麼事 你就是一路往左邊找 什麼叫一路往左邊找 就是這個動作 只要你左邊的 不是一個引線 那你就是真正的一個 左邊的小孩 這也是一樣 那你不是左邊的引線 那你就是真正的一個什麼 左邊的小孩 那如果你是左邊的小孩 就要一路往左邊走 所以呢 你的temp會等於嗎 temp的左邊的小孩 所以這邊這個是一個複合 一路往左邊找 找到碰到你是引線的位置 引線就代表什麼 你再下去 那不對啊 那不是真正的小孩 那這個就是答案 所以這 右邊的賞睡 右邊的賞睡 一路往回 再回來我們再看第一步 假設一開始 你這個右邊小孩 根本就不是小孩 那你根本就是引線 那根本就是小孩 那如果你是引線的話 那已經找到了 連做都不用做 打個別以後變成說i 如果你現在進來是這個i 然後他告訴你 右邊這個小孩 他不是小孩 他就是一個引線 那這個右邊小孩 就代表你的引頭的賞接者 i的下一個是b 所以這個如果他不是右邊的小孩 不是右邊的小孩 那你剛所做的這個right child 他不是真的右邊的小孩 他是右邊的引線 他就是in-law的賞線 那已經不完了 好所以咧 再說一下這個case分成兩種 一種你是不是右邊的小孩 如果不是 那你就是我們in-law的saccedor 這個就做完了 如果你是 你是真正的右邊小孩 那我們就在這一步 一路往左邊走 所以這個整個pomber的核心 就在這兩邊 好 這兩邊 好 好 再下來齁 那對於我們剛剛的這種 特殊的這種資料結構 那我們今天如果要講他加入一個點 在這個s的右邊 要再加入一個新的點 那我們要怎麼增加 在還沒加進去 加進去之前 是左邊這個圖 加進去之後是右邊這個圖 那我們要怎麼增加呢 當然你右邊沒有真正的小孩 這個s一定是右邊沒有真正的小孩 你右邊有真正的小孩 這個加就沒辦法加的 所以你這個s 你一定是一個虛線值 像你的in-law的saccedor 這是一個虛線 一定是一個虛線 他不可以是又真正的小孩 如果真正的他也不能加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 在s的右邊加進去 那我今天也要問一下 那s右邊加進去 右邊s順便小孩 那s的in-law的saccedor是誰 做完之後 先問一下之前 就還沒做之前 s的in-law的saccedor是誰 我先問之前 做完之後是誰 先問一下之前 就還沒做之前 s的in-law的saccedor是誰 懂嗎 u 因為這個虛線代表人家 in-law的saccedor 所以s的下一個是u 當然是u 沒問題 所以s的下一個是u s的下一個是s 加進去之後 加進去之後 s的下一個是誰 s錢 s 的右边那个小孩子 他同时是s 的下一字 所以你要先能够想这件事情 加进P 之后呢 r 就变成s 的下一字 所以还没加进P 之前呢 s 的下一个是u 这个s 变成s u 变成这样 所以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个关系存在的话 那个指标就不会有问题啦 这些指标就对啦 所以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 你只要把这个 这个把注意进去 你右边这个指标就会弄对 就毫无问题啦 那你这边指标要定改什么东西 就是s 他会指向他右边之中的小孩 所以s 的也会指向这个r 这个变成实线啊 就是那么小孩 然后再下来呢 这个r 他现在心是增加了 所以他左右两边都没有小孩 他要怎么办 要用虚线的指向他前一个 他的前一个就是什么 他的前一个就是s 他的下一个就是s 所以他的前一个就是s 他的下一个就是1 我们要加进去的话就是 不愧就是把这一指标把它拔开这 所以如果你能知道这一个的关系 那右边这个就做出来了 好 再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个case 第二个case的话就是我们还是硬要在我们这个地方 加入一个右边的一个r 但是他本来有小孩的 所以我们要把他小孩的往下推 我们现在我们的方式是 把这个s的这个右边这个p 我们还要往下推 我们可以往下推 往下推就显得不行的方式 往下推 好 那我们也是要来看一下 这个图里面 这个图里面 左边这个图 我们来看一下s的下一个是谁 好 我们来看这个时间 s的下一个是谁 好 很好 所以这个s的下一个是Q 所以这个s的下一个是Q 好 护则军 q的下一个是Q 护则军 q的下一个是Q p p 好 很好 现在我们要把R加进去 然后这个方式往下推 所以呢 我们还要再问一下说 那这个 这个降用Q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我们来看降用Q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开始了 这个s的右边是R 那在这个sQp的这个顺序里面 R也放在哪里 很好 在S跟Q的中间 这个就是我们R要放进去的位置 次P上面 它加进去是什么 就加在S的后面 所以它就insert在S的后面 那S的后面 它本来是Q的 现在当然就变成这个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关系 你有这个关系 这个能够把它算出来 这个图是不用背的 这个图自然在你画出来 那你要听些什么东西 你要把s的下一個 右邊的下一個 變成這個真正的這個r 這個給你實現 但原來實現 你還是要把它變成實現 就是這個s的下一個 然後再過來 你的r的前一個 你接著他前一個就是s 所以徐線連到s 左邊的 然後呢 r 的右邊 r 的右邊 r 的右邊現在在我們這個tree上面 真正的右邊是q pr 這真正的右邊 可是他的 他的這個 他的真正的右邊是這個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q的左邊 q的左邊現在是s的 現在q的左邊就變成r q的左邊變成r 其他沒有改 所以你看這邊的這個指標也是 這個s的右邊變成r r的右邊變成p 然後呢 你的左邊的這個是q 所以這個是q q是他的左邊 黏在r 所以徐線就是這樣 你這樣的時候把這個順序把它寫出來 那這個順序就逃互過 所以建議各位 你還是要把這個順序 這個順序把它註記在我們的這個 你的講義上面 這個順序的話 這個順序的話 這個順序就順序看中了 這個順序就順序就順序看中了 這個西圓的射影 這概念完全是剛剛的東西 那我們也就一個一個稍微看一下 這個第一個動作 r的right chart是s的right chart 那我們看這個 這個r的right chart 你看 原來這個r的right chart 這個r的right chart 就是原來這個p 就是這個p 或者前面這個也是要 r的right chart 你不管它是q線還是10線 r的right chart 是原來s的right chart q線也好10線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步 然後trade trade trade就是 你到底是真實的 右邊的小孩是很假的 right chart right chart 那這個 像這個的話是真實的 右邊的小孩 這個是真實的 這個是trade 那你就照抄 你原來是trade 你現在也是trade 你原來是真實的 你現在就是真實的 所以這一步也是照抄 這塊你的r的左邊的小孩 這樣看 r的左邊的小孩 就這個 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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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上面這個也是一樣 也是一個虛線的 所以呢 這個就是虛線的 代表 它的左邊的小孩是s 然後它的trade是true 因為它是虛線 這塊是s 右邊的小孩 那s右邊的小孩 要顧名是一檔 就是這個r 因為印射進去是一個r 所以這個r在你右邊的 所以這個是右邊的小孩 然後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現在是真實的 不是那個frame 所以你把它變成poss 好這塊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那你 還有一口線 那這一條線是 這一條就是這個虛線 這個是叫公線的虛線 那這個虛線是什麼我們聽 這個虛線就是q 要更新過來 q是原來什麼 s的下一個 所以我們要去找到s的下一個 好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要去找到s的下一個 in order success 我們要去找到它的下一個 那找到下一個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q 這個 它的dap chart把它變成這個r 到底要是這樣的情況 好 那我們到這邊先下車休息好了 謝謝 謝謝